《海贼王》 真假武皇? 芙兰奇一战成名,陆飞却成为笑柄。 《海贼王》988漫画的内容,实在是令人有点费解,删之对付金,而索隆等人却面对蛮霸者,还有就是九霞和凯多的较量,还没开始,就要被干掉了。 这意义何在呢?但是本画最神奇的一幕是弗兰奇和大妈之间的故事,我觉得伟田是故意这样的安排的吧,要不然弗兰奇怎么可能打得动大妈。 大妈的防御是出了名的强悍,陆飞都接不动,却被弗兰奇给吊倒了,这谁敢信啊?不过弗兰奇也因此获得了一个称号,下面一起来分析下吧。 01真正的武皇弗兰奇。 弗兰奇开摩托车撞倒大妈后,就有了武皇的称号,这是网友赋予的名号,不过也符合目前弗兰奇的操作,大妈自己也应该想不到。 01我居然被一台摩托车给撞到了,这也说明了一个道理,科技是最强的武器,即便个人实力再强,也离不过科技的发展。 弗兰奇这套装备,我估计是加强了,不然他也不敢嚣张到去撞大妈,对比一下鲁飞,确实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 不过大家也别忘记了,弗兰奇也是一位传奇的人物,因为他曾经就见过罗杰,并且和罗杰一起吃喝白乐,这是他的巅峰。 虽然那时候他还很小,但他已经懂得了什么叫做人情事故。 而且还跟罗杰说,以后要发明更厉害的东西。 而弗兰奇的老师汤姆先生,也教会了弗兰奇不少的技术和为人的道理,所以说弗兰奇是有点东西的人,冥王的设计图,他都看完了,后期制造出来,问题不大。 02 虚假的武皇陆飞 虚假的武皇陆飞,这是大家认可的事实,陆飞在外国篇出来之后,就被称作为武皇,但实际上陆飞并没有打败过谁,硬是要卡二的话,那也只能是卡二杯锅了,其实卡二都是放水,让陆飞赢,没啥值得骄傲。 而且还是卡二教会他见纹色,卡二也只不过是皇附,然后陆飞就被赴于武皇的称号,可在万国期间,他一直都是被大妈追逐打。 所以有网友都开始怀疑陆飞修炼霸气到底有何意义。 弗兰奇开住车就能碾压大妈了,而在此之前,陆飞居然完全拿大妈没办法。 陆飞太拉快了,人射都梗了,陆飞眼睁睁地看住山智身现险境。 这也罢了,毕竟当时山智是在天上,但那美身现险境,可就发生在陆飞的眼前。 结果陆飞居然愣是在大妈面前为首位脚,最好还得靠弗兰奇开摩托车碾压过去,这剧情简直无语了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